加州州長劉心近日宣布 撥款超過1.3億元幫助解決全州的無家可歸者問題 包括清理無家可歸者營地和提供住所及支持 此事資金分配給州內18個城市和縣 其中灣區由5個城市和2個縣獲得資助 三藩市和Contour Costa縣分別獲得800萬元和570萬元 劉心強調 接受這些資金的城市或縣 必須遵守州內所有住房和無家可歸者相關法律 同時這些資金配備了比以往更嚴格的問責措施 以確保資金的有效使用 該資金是加州無家可歸者 安置基金總計10億元撥款中最新的一筆 至今為止 此資金已支持全州109個項目 幫助20888人擺脫無家可歸者狀態 天雅維士記者編輯報導